沐秀将周围恢复原样之后 将小车和塑料薄膜取出 向家的方向走去 秀儿,回来了 沐水坐在院子里 正在消除签 听到声响 放下手上的活计 赶紧到门前 去将小车一起推了进来 路由一办事真是快 一下子给我邮寄了这样多 沐秀笑着说道 这就是塑料薄膜 这薄得跟纸一样 能挡风 沐水摸着小车上的塑料薄膜 怀疑地说道 这东西挡风挡雨还保暖 用处大了呢 沐小草从内屋出来 笑着说道 当年村里推广这个的时候 大家的反应都跟沐水一样 爹,咱们去附膜吧 等过几日 你就知道这东西的好处了 沐秀拎起一卷薄膜 就向菜池子走去 小车上总共放了六卷薄膜 看起来挺多的 但是沐水拎起来才发现 入手并不是很重 沐小草也过来帮忙 沐秀只捣着沐水 三人一起 先盖了顶膜 两头盖住棚的两端 并埋伏在土中 顶膜用了一幅膜 边膜用了两幅膜 在南端开门 装两侧的裙膜 裙膜上面用绳子固定在拱杆上 下边埋入土中 最后一步 用绳子将每格拱杆间附一根 并牢牢地固定在大棚两侧的地上 使亚膜线与棚膜 通过大棚骨架的支撑 构成一个拱形的均匀统一的结构 看起来很是坚固 说起来简单 但是做起来还是很费功夫 等全部盖好收拾干净 已经到了傍晚 虽然身体都很累 但是看到大棚建好 大家心中的喜悦 足以忘记老累 这真能种出来蔬菜 墓水还是不敢相信 明天咱们就种种看 爹 你就等着瞧吧 墓秀信心十足地说道 吃过晚饭 墓秀就打着哈欠回房休息了 关好房门后 他将近日挖出来的那封撕碎的信 一股脑袋全摆放在地上 借着蜡烛散发出来的微弱光芒 开始一片一片地拼了起来 墓志军在匆忙之中 随手把信撕得并不是很碎 但是即便如此 墓秀也折腾了快一个小时 才拼凑好 细细看完之后 他终于明白 墓志军为什么这会儿会复原了 这封信 虽然是邮寄给墓志军的 但是也标注了转给村支书 寄信的人没想到 墓志军竟然会把信销毁 还好被墓秀发现了 不然 墓志军恐怕能把所有人都买了过去 原来 这是一份通知文书 由部队发来的 告知村支书 墓志军因为在部队打架斗殴 被终止服刑兵役 开除兵级 还交代了墓志军性格强势 让村里的干部们 多加疏导和关注 以防再犯别的错误 墓秀看完之后 小心地用胶水 把这封信 重新在一张废纸上 粘好之后 收回了空间里 这封信 以后他还有用 就看墓志军的所作所为 就知道墓志军不是什么好东西 自己这个姐姐重生一次 性格变得强硬多了 一副有仇必报的模样 这墓家以后的事情 估计他比谁都清楚 看来要从他嘴里 打探打探口风了 墓性如今手上有了这封信 心中觉得更加安定了 墓志军以后 不管发展成什么样子 这都是一辈子的污点 只是怎么样 才能让这件事情 彻底毁了墓志军的前途 那才是能达到的最好效果 墓秀早上起床 在院子里洗漱 就看到墓水挑着水 从外面回来 周水莲在厨房做饭 李潘蒂站在椅子边 学着坐在里面的小花 一一压压压地说着话 表姐妹两个 银铃般的笑声 洒满了院子 小草 洗洗手吃饭了 周水莲冲着厨房后面喊道 原来墓小草大清早 就在菜池子里松土 秀儿 这到底咋回事啊 今天早上 我一起来 就进大棚里去了 感觉里面的温度 也没变暖和多少 这塑料薄膜 能不能保暖啊 墓水放下肩膀上 挑着的水桶 看向院子里的墓秀 质疑地问道 爹 这才一晚上呢 看你说的 哪有那样快 墓小草 从后面的大棚里 钻了出来 是啊 爹 这天气还没怎么寒冷 等下雪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大棚里面 比外面暖和多了 墓秀咬了一瓢水 开始洗漱起来 薄儿 你准备种点什么菜呢 墓水凑了过来 一边洗手 一边问道 我在县城的时候 看到有家电油种子 就随便买了点 有西红柿 芹菜 油菜 蒜苗的种子 这些都是反积节的蔬菜 正好试试看 能不能种成功 墓秀早就准备好了种子 好了 都快进屋吧 吃完饭 想做什么做什么 周水莲已经把早饭 全部端进了堂屋 爹 我昨天看到 木之君在村里晃悠 他什么也不用做了吗 木秀喝了一口稀饭 好奇地问道 管他做什么 你看到他 可千万躲得远远的 不然吃亏了怎么办 木秀皱着眉头说道 只是觉得奇怪 他说他复原回来了 可是眼下根本就不是退伍的时间啊 木秀是真的很想知道 木之君是怎么对外解释的 是啊 孩子爹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周水莲也是奇怪地问道 刚打水等着的时候 我听别人说 好像治君是因为腿伤的原因 所以提前复原了 还说治君思想觉悟高 不愿意给国家增添负担 所以退了国家给安排的工作 以后就留在村里种地了 木水喝了口粥 把自己今天听到的说了一遍 这倒是与木小草 后来所知道的一样 木小草撇了撇嘴 没吱声 如果没记错 治君今年过完年也都二十四了吧 也该成家了吧 周水莲算了算木之君的岁数 顺口说道 就我奶奶呀 谁家姑娘愿意嫁过去啊 木秀觉得 除非谁眼瞎了 才会嫁给木家这几个男人 虽说你奶是脾气不好 但是治君结婚之后 肯定是要分家过的 周水莲接过话茬 木小草听到这个 脸色忽然变了变 她没有说话 心中却是翻腾倒海 上一世的这个时候 她并没有回娘家 只是听说李星智回来说 有人托她打听木之君的情况 我让你过去